星期三发布的一项官方研究显示 全国近一半的水喉饮用水 都可能含有致癌或导致其他健康问题的一种化学物质 该研究首次对全国范围内私人水源 及公共系统的截来水进行检测 地质调查局表示这种化学物统称为PFAS 正在不同程度地污染大小城市的私人水井 和公共系统的饮用水 PFAS会进入供水系统 并广泛存在于平底锅、食品包装 和防水服装等消费品中 同时动物实验发现 PFAS和一些癌症 如肾癌、高丸癌 以及高血压和低出身体重等问题之间有潜在联系 而且这些物质会在人体内保留多年 不会在环境中降解 会对居民带来健康隐患 根据这些数据 研究人员估计 至少有一种形式的PFAS 可以在全国约45%的自来水养本中找到 暴露最严重的地区包括东海岸、五大湖地区、大平原城市中心 以及加州中部和南部 今年3月环境保护署首次提出了对含有PFAS的饮用水限制 但目前政府并未禁止相关的企业 向公共废水系统中谈到含有PFAS的工业废水 而具体的政策实施方案 将于今年下半年或2024年公布 天下卫视记者 编辑报道